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來看一下這個政治性的原論 大致上政治性的言論通常都是批評政府 這是最典型的 那麼甚至就是說在一個政治的辯論 那麼像這一些都是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政治性言論的內容其實是非常廣 還有包括各位看那個投影片 還有包括這個侮辱國旗國徽 這個也都是一種政治性的言論 甚至侮辱公務員 侮辱公署 這些都是我們所理解的 這個政治性的那個言論 那麼基本上這個 只要是涉及到公共事務的討論 都可以歸類為這一個政治性的言論 那麼如果以這一個台灣當前的政治局勢 那麼除了就是說藍綠互相批評 這個當然是一定是認為說 這是很典型的政治性的言論 還有包括涉及到我們台灣未來的前途 那麼到底要不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併 就是所謂同 或是認為應該建立一個新的台灣共和國等等 那麼不管你是贊成或者是反對 那麼這個當然都是非常典型的政治性的言論 這個在這裡如果談到政治性的言論 常常會涉及到說對於當前 特別是對執政政權的一個批判 這個從人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的話 這個是最不討喜 所以在人類的歷史上這個政府對於這種政治性的言論 通常都不會寬容 一直要到20世紀 在東方或是西方他們的發展是比較快 才慢慢的就是認為說 這個政治性的言論是促成國家進步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條途徑 如果你把它禁掉了 那麼一個國家就變成一言堂 那麼根本就不可能在整個的政治的邁進上 就大概就是不僅不會往前邁進 那麼真的就是倒退 那麼現在就是說以當代的這個憲政主義的思潮 對政治性的言論 目前都是採取一個非常非常寬容的一個態度 那麼這個就是我現在要談 這也就是明白要立刻的危險 在政治性的言論 那麼這個大概就是八九不離十 那這就是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est 就是明白而立刻危險的這一個標準 那麼這一個用詞是在 在二十世紀前半夜的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大法官 Oliver Wander Holmes 就是一般稱為Hermos大法官 他提出了一個影響後事非常深遠 那麼這個就是明白要立刻的危險 那麼他講的他怎麼形容明白要立刻的危險 他就說一個政治性的言論只有在他會對於那個公共秩序 公共安全會造成一個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時候 國家你才能夠把他家裡禁止 那麼他舉的就是說就像說一個人 如果他你在戲院裡面 大家都在看電影或者在聽歌劇 然後忽然間有人在這個觀眾 那麼多的觀眾席上忽然間就冒出一句說 失火了 像這種失火他如果一講的話 會整個造成全場恐慌 那麼大家就爭先恐後一定就是會逃命 那麼這就是對整個公共秩序公安權 就是造成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 可以說就是一個明白而立刻的危險 那麼這是他的一個主張 那麼為什麼說政治性的言論要寬容到說 必須要達到這個明白立刻的危險 那麼他的一個主要的理論就是說 這個政治的主張沒有真理可言 一切都是一種主觀的一個價值 一個評價或是我的一個主觀的確信 那麼各位大部分很多都是理工科的同學 那麼像這個自然科學 這個會有真理可言 我們會知道說什麼元素加上什麼元素 大概會變成什麼樣的元素 然後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太陽一定是從一方出來另外一方下去 1加1等於2等等等之類的 像這個就是有一個絕對的對錯 我們說是有一個絕對的真理 但是這個在政治的判斷上 政治的主張上其實沒有什麼真理 沒有什麼絕對的對錯可言 那麼在這個政治主張 一般大家都認為說應該是採取一個 嘗試錯誤的一個途徑 因為我們不知道說什麼是真理 所以大家就是每一個人的主張 都可以提出來 那麼大家在一個 我這裡就提到 像在一個意見市場上 大家去公平競爭去販賣 看看誰的政治主張 獲得多數的支持 那麼你如果獲得多數的支持 那麼你就可以執政 那麼去貫徹去執行你的政治主張 但是當然你獲得那個支持 這個是有時間限制的 就像台灣我們時間限制是幾年 就是四年一任 所以說每四年要換 又要再去詢問 這個意見市場上所有這些去買菜的 這些消費者 看看誰會喜歡說你這種政治主張 所以這個就是說每一個政治主張 因為大家都不能夠確定說我是真理 因為這只是一個嘗試錯誤的過程 那這一個如果大家同意 那麼我就來實施我的主張 如果大家現階段不同意 那麼就變成換別人的政治主張 所以大家都應該要公平 能夠在意見市場上去競爭 去販賣你的主張 那你當然就是你不能夠禁止別人 你不能夠說你的主張是邪說 你的主張絕對是錯的 我要禁止你 你如果說我的才是真理 別人就是一個異端一個邪說 那麼這個時候就沒有民主政治 因為你如果認為我是真理 那別人是異端邪說 那一定是打壓 那麼打壓的話就沒有民主政治 所以民主政治的一個前提就是 價值相對主義 就是每一個政治的價值都是相對的 不是絕對的 所以在這裡就是會非常重視一個觀念 就是價值相對主義 那就要求在政治主張必須要寬容 那麼在這個進代的歷史上 有兩種政治主張他自稱他是絕對真理 所以就會造成獨裁政治 一個就是極左的馬克思主義 那麼共產主義 你們有聽說他這個自稱說 他是科學的 那麼他共產主義就自認為他是科學的 意思就是說只有我才是真理 所以他要共產黨要階級專政 只要不是共產主義的都是異端 都是邪說 所以在那個共產世界他就沒有言論自由 因為他不寬容共產主義以外的 其他的政治主張 就是在那裡的一個國際主義 就是在這個國際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然還有包括現在的朝鮮 就是我們說的北韓 那麼這個就是極左翼的這種獨裁政權 其實就是不知道寬容 那麼極右翼的呢 那麼歷史上就可以告訴我們 就是納粹法西斯 那麼他也認為說他是真理 那麼別種政治主張都是異端邪說 所以他不寬容別人 那麼這個我們都知道說 極左的共產還有極右的納粹法西斯 他們的統治都是造成 可以說是造成人類的浩劫 所以這是一個歷史的經驗 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政治性的言論 必須要互相寬容 沒有絕對的真理 大家都要知道說 不是我講的才是絕對是對的 就其實統讀也是一樣 統很多人不喜歡 讀也可能很多人不喜歡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說 最後因此互亂到底台灣 到底是統還是好 還是毒還是好 像每個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的人 是主張統 有人是主張讀 可是實際上大家都知道說 台灣我們已經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我們是一個很值得慶幸 我們是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的一個社會 你可以很安心的主張讀 我想難免的支持者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不會擔心說我主張統或主張讀 我們不會擔心說我主張統或主張讀 我支持國民黨或我支持民進黨 結果就招來殺生之禍 那麼這基本上就是說這是一個既明白要立刻的危險 才能夠加以禁止 這是一個我們能夠享有這種政治性的言論自由 這個絕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我們憲法雖然保障說有 憲法保證這邊有言論自由 可是這個我們一開始有跟大家說過 我們憲法也有規定 只要為了公共利益 那麼在必要的範圍內 國家可以來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所以到底什麼是必要 我一再的跟大家講 這個其實是最關鍵的 那麼這個必要 這個在每一種不同的基本權利 就會有非常多元的發展 那麼就像這一個言論自由 你要怎麼判斷說一個言論在什麼樣的範圍內 超出什麼樣的範圍內 我們可以限制它 而這個限制要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認為說這是必要的 我們上一週就是跟大家講 誹謗性的言論 那麼誹謗性的言論的那個必要 我們就是最後就是發展的結果 那麼它的必要的判準就是所謂 真實惡意原則 各位記得我們上一週跟人家講 就是說你上部一個足以毀損他人的名譽 必須是你發佈這種言論 你有一個Action Malice 一個真正的惡意 那這個要怎麼判斷你有沒有真正的惡意 那就是看你有沒有善盡合理的調查義務 你如果有善盡合理的調查義務 那麼你就可以說 依照我善盡合理的調查義務所獲得的資料 那麼我有相當理由確信 我所講的是真實的 你就可以把它發佈出去 即使事後證明你講的是錯的 可是因為你沒有那個真實的惡意 所以就不構成法律的責任 這個就是在毀謗性的言論 國家要限制他 那麼怎麼判斷有沒有逾越必要 那這是真實惡意的判斷 那麼政治性言論的國家要限制的話 他限制是必要是怎麼來判斷 那麼這個就是民法要立刻的危險 這種發展是我們後來受到美國法的影響 我們引進的 那麼我要再一次跟大家強調 這個台灣的這種政治的這個自由 絕對不是天上掉下來 我們是在1987年才解言 那麼解言也不是說馬上一步到位 我們台灣就是享有那麼好的這個言論自由 這個都是你要說台灣的這個自由民主 政治的自由民主化 是那個沙拉米切香腸式的 是一步一步慢慢進步 所以其實是1987年解言 可是到了1990年初他還是有那個 還是前置言論自由 這個都是要靠人民去 我只能夠說去刨頭顱灑熱血 去爭取要來的才慢慢的 那各位要你們一定要知道台灣的我們的歷史 你要知道說過去還是恐怖時代 我們是過了什麼樣的一個日子 那要知道過去你才會爭起現在 這個言論自由我們過去有一個我們的刑法 就是有一百條 刑法它基本上就是說這個 你如果要 你要主張說我要 比如說我要這個變換政府 批評政府 或是我要制定一個新憲等等 只要你有這種主張的話 就構成內亂罪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 過去所謂言論判亂 各位先生 跟一個言論怎麼會判亂呢 然後在這一個過去戒嚴 這種白色恐怖時代 它有一個特別的刑法 叫做懲治判亂條例 然後它的那個懲治判亂條例 它對於那個判亂罪 又有一個特別的規定 它的有一條規定 應該就是所謂二條一 整治判亂條例的第二條第一項 叫做犯刑法一百條之罪者 除以死刑 那就一律死刑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規定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 這一個過去的這個白色恐怖 很多人頭落地 那這個就是刑法一百條 還有這一個懲治判亂條例的這一個二條一 所以沒有政治的這一個言論自由 那麼在戒嚴的時候 大家就過得真的是一個非常郁悶的一個日子 那麼這個父母他就告誡他的子弟 這個小孩子 就是說有心無嘴 你有耳朵就好 你不要亂講話 那麼不要管政治 那這樣的話就是整個的台灣的那個 我們政治你如果不開明的話 那麼其實文化也不會進步 整個所有的也都不會進步 那這個所有就是說這些都是很多前輩們 他們不怕死 那麼敢於去批政府的逆臉 那麼敢於去透過各種不同的手段去抗爭 那麼有的人就犧牲了生命 那麼有的人被抓去關 那麼最後就是破的最後政府在1987年解嚴 可是解嚴以後這個也是還是 因為我們的這個政治自由化民主化 跟東歐國家不一樣 東歐國家它的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 它基本上是被逼迫的 所以共產黨就下台了 所以他們的這一個廠長他們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 就是只要共產黨政府一垮台 然後大概就會一步到位 可是台灣不一樣 因為我們雖然解嚴了 執政者還是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雖然在1987年解嚴了 那麼實際上還是掌控了這個政府 那你這個執政的國民黨 它本身也需要學習 學習怎麼從威權統治 然後往自由民主之路邁進 那麼當時他國民黨也沒有信心 那麼當然也很擔心他的政權不保 所以就不是馬上就放鬆 而是一步一步 那麼這個我等一下都會跟大家介紹 那麼這個刑法100條 這個他的最後修改 那這個廢除 那他的主要的催生者 其實就是過去我們台大法律系的一個老師 這個林三田教授 那麼他當時他又結合我們醫學院的一個院士 一個教授叫李振元 他們當時就組成一個100行動聯盟 那麼當時就是去抗爭 那麼就要求要廢除刑法100條 那麼抗爭甚至這個 這個抗爭是在1987年以後的事情 並不是說解嚴以前 可是在當時雖然解嚴 可是政治還是非常的封閉 還是非常的肅殺 可是當時他們的100行動聯盟 他們的一個抗議的活動 甚至敢於在國慶日的時候 然後在醫學院中山南路 那邊的這個基礎醫學大樓 就是基醫大樓的那一個大門的那一個 應該是他的川堂 那麼就在那裡 他們就在那裡靜坐 靜坐示威 現在以現在眼光來看的話 你會覺得靜坐這有什麼了不起 有什麼樣子 可是在當時各位先生看 他是在國慶日 然後這個又是在中山南路 那麼這個是經濟的重地 那就是基醫大樓剛好就在那裡 所以當時整個的那個憲兵 全部都圍起來 然後這個要去強迫 就是他們用那個霹靂小組 那麼就是強行解散 所以這個都是一波一波的這一個抗爭 那麼才促成 最後才促成這一個廢除了這個刑法一百條 所以我們目前已經沒有所謂言論攀亂了 所以目前台灣的那個政治性的言論 如果我們是自由到 甚至你如果主張說 我支持共產黨 我支持北京的共產黨 這個來統治台灣等等等 像這種言論 根據這種明白要立刻的危險 政府還是必須要對他採取寬容 除非他達到這個明白要立刻的危險 那麼理論上也就是說 甚至你如果在街頭 你高舉五星旗 那這個也大概沒有辦法能夠阻止你 除非你的這個舉動 如果引起在街頭 如果引起這個暴動 如果比方說很多人 那麼這個看你這個 怎麼會有人這樣的這個言論 那就有的人上去跟他理論 那麼如果最後會變成這一個 對公共秩序產生這個危險 那麼這時候警察才能夠介入 那當然你如果主張這個言論的時候 你本身你又有動作去騷擾別人 那這個你本身就要被取締 那麼像這種情形的這個 目前警察都會取締 可是警察並不是因為他拿五星旗 不是因為他主張什麼 這就是因為他 反而是他在騷擾別人 所以這個是需要大家關注的 那這個大法官也是採取這種看法 那麼對於這種明白要立刻的危險 我們有一個這個大法官也是採取這種看法 這就是我們受到美國法的影響 我現在跟大家介紹 445號的解釋 這個解釋做成於1998年 可是申請的時候是1993年 所以這個這號解釋總共在大法官裡面 這邊待了五年,案子才做出來 這個45就是簡稱集會遊行案 那麼有人也會把它稱為這個就是高層嚴案 這個申請人是我們學校的 我想想看,不知道是機械系還是土木系的教授 高層嚴教授 他已經退休了 高層嚴教授他跟淡江大學的一位教授 是讀法律的,一位張正修 他們當時要來挑戰這個 我們有一個集會遊行法 我們集會遊行法 他的規定就是說 你要集會遊行的時候 不能夠主張共產主義 不能夠主張分裂國土 那麼這個集會遊行 你如果就是說我在集會 我的訴求如果說主張是共產主義 那麼我要主張這個分裂國土 那麼這個時候就會被加以禁止 所以過去你只要集會遊行是 比方說獨派的集會遊行 那這個大開都會被我們的警察自安單位 根據集會遊行法就強制把它加以解散 那麼高層嚴教授他們就挑戰這個法律 他們認為這個是侵犯人權 其實是侵犯政治性的言論自由 各位要知道說集會就是一種言論的表現 但是我們的法律就是規定不能夠主張分裂國土 不能夠主張共產主義 只是說幸好他只是規定說 你就不能夠集會遊行他要把你解散 他至少還不像那個刑法100條 那麼野蠻到說你只要說這個這種 過去就是你只要是主張共產主義 然後主張這一個排毒就被認為言論判亂 構成刑法100條 那這個你就要下獄 然後最後被槍斃了 那當然後來就是進步到這個 現在後來就刑法100條 因為政治性的抗爭最後刪掉了 可是集會遊行法的限制還在 他並不會因為說你在集會遊行的時候 主張共產主義主張分裂國土就抓去槍斃 可是他就會把你強制解散 所以還是一樣是限制的這一個政治性的言論 那麼當時這一個高成遠教授 他就以身釋法 他們就集會遊行 那沒有申請許可 那麼當時他更挑戰的就是說 為什麼集會遊行一定要經過事先許可才可以 他認為說這個難道不是一個人民的基本權嗎 為什麼我要遊行 我要集會就要經過你的同意才可以 所以他們最後就是說沒有經過許可 是從那個好像是從三重那一邊 他 reapIGN交流行政黨 他就後悔亂盪敦地經過忠孝橋 那麼他們的目標就是台北市政府 可是這一群人的大隊 在還沒有到 經過忠孝橋 還沒有到達這一個 台北車站的時候 那麼這個就被警察團團圍住 那麼最後就強迫解散 那麼最後就是總之這個案子 就到了大法官這一邊 那麼要由大法官來審查 到底我們機會遊刑法是規定說呢 我把幾個重點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當時機會遊刑法是規定說 如果集會遊刑如果是室外的集會 你要經過許可 另外如果你的集會遊刑訴求的內容 如果是涉及到分裂國土共產主義 那麼在以前還有一個 你不能夠批評憲法 不過後來這個就拿掉了 所以就是說根據舊的集有法 你要去申請集會遊刑的時候 你要是採許可字 然後在那裡就要填說 我的這一次集會遊刑的訴求是什麼 你如果寫我的訴求是主張台灣獨立 那主張這一個共產主義 那麼他就賦予許可 那當然可能有的人他不會笨到說 我就明白了說我要主張這一個 那他可能就寫的合法的 當然但是他還是去 難道就許可去集會 可是集會的時候他就把共產主義的棋子拿出來 白布條拿出來 那這個台灣獨立的白布條拿出來 那這個時候警察如果看到的話 他就會就即刻強行這一個解散 如果有可能要弄好了 這個假設有故事 呢 然後大概戲沒那麼既願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一個就是 那大法官在這裡 这个助理在这里写的比较简单 总之各位你们注意这句话 对此尚未达到明显而立即危险的事实 仅凭将来有发生之可能 即以次作为准许与否的依据 这是侵犯宪法 保障人民的机会就是自由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大法官在445 他就宣告这个是违宪的 他说你不能够 比方说他这里就是说 对社会秩序公共利益 国家安全等等的危害 你不能够仅凭将来有发生的可能 就来决定要不要准许与否 所以大法官在这里就是说 必须要达到对于危害国家安全 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的侵害 必须达到明显而立即的危险的时候 你才可能把他这里禁止 所以说这一个445就变成以后台湾的政治性的言论 就是一个里程碑 那么各位要知道说等到他确定这一个已经 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讲 445号解释 这个已经是1998年的事了 我们解言是1987 所以是在解言11年之后 我们的那一个政治性的这个言论 才真正的获得解化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 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 其实都是慢慢的 不是1987年解言之后 就一步到位 那么在这里可以说 除了刚刚一百行动联盟 就是要靠人民的冲撞 去争取到这一个政治言论的自由以外 那么这个集会的这一个 也是要靠像这一个高层严教授 他就是一样是自己要去采取行动 去冲撞 然后被取缔之后 他再去向大法官声言解释 最后大法官对政治自由化民主化 大法官在这里也有贡献 那么在这里他就提出 这个明显而立即的危险的这一个判准 那么445号他对政治性的言论 他在这里大法官是认为许可制 他认为本身并不违宪 可是他在这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准 就是说你申请户外集会有请的许可 国家不能够根据你的诉求的内容 来作为许可与否的判准 所以就是说不管你的诉求是什么 这个国家都不能够管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任何集会游行 在这里国家对于他的这一个 集会游行的诉求的内容 他必须要保持政治中立 他是neutral 不能够 国家不能够说 我现在执政党是国民党 或520之后我的执政党是民进党 那就依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 来审查这个政治集会游行的 就是他的诉求的内容 在这里无论怎么样 就是他是保持中立的 那么他如何来决定我要不要许可 也就是他只能够在这里他提到了 如果他能够许可与否是从时间地点等方式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 就是说如果许可与否是从时间地点方式 这些形式要建来判断 不涉及机会游行的目的或内容 那么这个就跟表现自有的诉求 不自有所侵害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判断 所以时间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你去申请机会游行 然后你说我的机会游行 大概是晚上10点以后 甚至半夜 那这个一定是扰人情闷 那么像这一个就 以时间不合适为由 把它叫给禁止 我想这个应该是OK的 地点 你如果说我的机会游行 就是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台北火车站 那么在这个忠孝东路前面 你就要把它占据 那像这个就是整个的台北市的交通 然后马上就打劫 或是你说我的机会游行 我要到高速公路上去上步 那这个这当然像这个就是地点 也是有问题 而方氏这个就 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个地方 这个机会游行 全世界各国的宪法 它保障人民有机会游行 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大前提 它必须是一个和平的侍卫 所以就是说很多国家宪法 它的机会自由会更特别的 明摆规定就是说 不拿武器的机会游行 不拿武器 所以这个都是涉及到这一个 所以说你如果你的机会 你如果拿武器的话 那这一个就会 一定会引起那个公共安全的疑虑 所以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 警察如果发现这个机会游行里面 有人拿这一个武器 那么这个就可以把它 现在没收 或甚至必要的时候 都可以要求它解散 那么当然什么是武器呢 有时候会有争议 因为每次集合一种 一定都拿着旗杆 拿着那个白布条 标语 那么那个旗杆 能够拿 可以拿来当武器吗 你要打的也可以 那警察可不可以说 要把你的那一个旗子 你的白布条要没收 因为你有那个旗杆 那可以当武器 所以说我 那像这个呢 这个可能警察在里就是太超过了 所以在判断 这个是不是构成一个武力的 武力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机会游行 它必须要依格按来判断 不能够随便入人于罪 还有很多国家机会游行 它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禁止蒙面 你公开的即位游行 因为这个很多国家有这种线 最主要是认为 蒙面的话 比较容易会失序 因为大家就说 这个当然就是有一些心理学 还有社会学者他们的一个调查研究 说在一个群众里面的人群 那么他的那个智能 大概就会降低好几岁 而特别如果你又在蒙面的话 别人都不认识你 那这个时候更是容易失序 所以说极卫游行的不仅不能够带武器 那也要求说你不能够蒙面 好吧 那这个大致上我认为说 这个只要你不涉及 对于他的诉求的内容 那这个要求 我认为这个都是OK的 但是在实际的判断上 就是说不能够无限上纲 就像说过去曾经在返河的集会 台湾的返河集会曾经有参与集会游行的人 他把自己化妆成了一个死神 因为这代表表示说 核电会就是一个死神 然后就整个 其实就是变成那个死神的装扮 然后拿了一把那个尖尖的锄头 这个是西方的死神的装扮 那么他这个算是蒙面吗 有 因为这是一种化妆 让别人不能够辨识你是谁 那么警察可不可以说 只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就要把你整个集会游行 就把它解散 那像这个其实如果这样枪的解散 就是超出必要的性度 所以这个都是要依个案来判断 所以这些人不能够无限上纲 好吧 那这个刚刚跟大家谈的 都是一种政治主张的言论自由 OK 到目前为止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非常重要 那个标志着台湾的自由民主法治 我们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处 那么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其他种类的政治性的言论自由 我们先来讲那个侮辱公署 侮辱公务员 这个各位看右边 这个我们现在的刑法一百条 一百四十条 第一项 侮辱公务员罪 还有一百四的第二项 侮辱公署罪 在我想看有一年 这一年应该是在2000年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 当时台湾还有国民大会的时候 有一次国民大会他修改宪法 那么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 那一次修宪国大代表 就延长他自己的任期 所以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社会都批评这些国大代表是租宅 租宅议员 那都说他们自肥 那有人就向大法官申请解释 请大法官审查 这一个修宪的条款有没有违宪 那么后来大法官就审查结果就宣告 这个国民大会他的这一个 修宪的这一个条文是违宪的 宣告他无效 那么这个就是499号解释 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公布的 那么大法官一公布499号解释 宣告国民大会所修改的宪法违宪 那么隔天马上这一个国大代表 有好几个国大代表 他们就马上召开记者会 就批评这些大法官说你们 这个什么都不懂 那就这样随随便便就宣告 他说我是民意代表 难道我修改宪法 你竟然斗胆宣告他违宪 那么几个那时候就几个应该当时 民进党的国大代表 他们就召开记者会 那么当场就骂说 这些大法官都是猪 大法官都是猪 那这一个难道隔天报纸 就大幅的就报道 那个国大代表因为499号解释的作成 那么他们国大代表震怒 所以就骂说这些大法官什么都不懂 就是都是猪 那刚好报纸登出来那一天 据说大法官开会 马上大法官 上班以前一打开报纸看到 怎么有人骂我是猪 所以这个就上班马上就检报 交他的助理 把那个检报捡起来 然后大家就同意 那就要告发 那就把检报就寄给那一个检察官那一边 叫检察官侦办 说这个是五入公署 五入公署 那么最后这个检察官就起诉说 你怎么能够骂大法官是猪 大法官就是公署 就是说一个官方的一个公家的一个机构 这个是不能够辅入的 你骂大法官是猪 那这个这怎么得了 所以我们检察官就赶快 最后就是起诉 那么后来法院也都判决 是一个有罪 那么你们认为人民 我如果不满政府的话 你们认为人民有没有骂 骂政府的自由呢 有没有这种言论自由 比方说有人现在就是说国防部怎么样 这个骂国防部 然后那个有人就说国防部的部 就写成那个黑部的部 那过去有人骂这一个 说这个总统呢 过去有人骂那个陈水扁总统 说这是一个素子总统 就是用台湾话就说了 那一个 那像这种 这个我们有很多都是在骂这一个 就是互相在骂 还包括说过去我们有一段时间 我们国会有双国会的时代 就是有立法院又有国民大会 互相看不惯 那么这个立法委员 一样就是骂国大代表说 这一些 一样是骂他说这是猪 另外一个骂他是蟑螂 像这一个就是一个国会 别人在骂他就是猪子 另外一边的国会就骂他是蟑螂 像这个其实都是对于 都是在骂这个官署 所以到底你们认为 武术公主罪有没有违宪呢 有没有牵涉到永恿自由 就是很可惜 这个到目前为止 大法官还没有机会 针对 武术公主罪 有没有违宪呢 表示过意见 那么在 欧陆 很多国家呢 他们的刑法都有武术公主罪 那么我们的刑法 就是学日本 而日本是学欧洲 所以日本也有武术公主罪 很多国家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有武术公主罪 那么到底这武术公主罪 有没有违宪呢 到目前为止呢 很多国家都已经宣告他违宪了 理由 曾经有一个英国过去的一个 一个爵士 他说 他说人民怎么不可以骂公主呢 他说这些公主 其实就是人民的仆人 那你仆人做不好 主人骂这一个仆人几句 这个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那这个是这一句话呢 这个通常在 讨论的这一个 武术公主罪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举这一个 英国这一位爵士他说的 就是人民骂公主 如同主人骂仆人 这个是天经地义 所以从这个观点 就是认为说 这应该是违宪的 那么可是侮辱公务员呢 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 但是侮辱公主呢 我们继续呢看这个 侮辱公主呢 如果以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 我认为是有浓厚的违宪的嫌疑 但是呢 如果是侮辱公务员个人 我们的那个 侮辱公务员个人基本上呢 刑法的规定呢 就是必须是公务员执行职务的时候 那么你对他当场的辱骂 那这个时候呢 这种行为会构成这一个犯罪 那这个在一般认为 这个规定是OK的 这基本上并不违宪 因为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当场 这个你必须要保护公务员 让他能够顺利的执行公务 所以如果说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当场 如果一个人随时在那里这个辱骂的话呢 那么这个是会对公务的执行的顺利 会有所影响 所以很多国家呢 都有这一个 这个对于公务员执行公务的当时予以辱骂呢 那么这个会构成犯罪 不过在这里 这个很多个案 都必须要依他的这一个当时的情况判断 这个就已经是 我们宪法没有办法很抽象的来讲 这只能够依格案判断 这个在过去呢 也曾经报纸曾经有登过呢 那有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歧视 他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城镇 那么他这个交通违规呢 那么被警察呢 这个开了很多张罚单 所以他很不高兴 所以他就 我看报纸那很有趣的一个案例 那么他这个其实呢 他就是好像是骑脚踏车 或是呢 每一次经过那个分局的门口 那么他就比中止 那就这样 别人经过就比中止 那这个你们认为说这样 这个有没有构成犯罪呢 那你们认为说这个是 武入公务员还是武入公署 那我认为说这个应该还算是 第二个武入公署 那他如果不爽警察 然后在分局那里比中止 我也认为这是个人的一个 也可以说他的政治性的言论 这个也可以尊重 但是呢后来据说了 报纸登的他只要经过中止 经过警察局就比中止 那最后呢这个警察也都容忍 都容忍 但是后来呢他被起诉了 就是因为呢 有一次呢他在这个警察 他在那个指挥交通的场合 他就站到警察的这个旁边 大概就是前后 就在那里跑到警察的前面比中止 就对于那个警察在执行之后比中止 那么这个呢 这个行为呢 这个警察他就不宽容 那么就这个把他送到这个警察官那里 像这个区分呢 我认为说如果在警察执行职务的时候 那么他的这一个去侮辱 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就会有问题 不过呢还是要依个案来判断 就是说他到底那个程度 那这个还要这个要依事实 那再判断 只要是顾身上的 就是这个地上的 这一个地上的 就是把那个运动原本的 港版本的 这些都行到了 所以这个额是 就是要据到 这些东西的 他能够交通 那这些东西 那它能够交通 那这些东西的人 是要去交通 这些东西的人 很多人都對是蔣介石的銅像 還是孫中山的銅像去那裡噴漆 或是戴小丑的帽子 或者是在那裡掛上一些屠夫 獨裁者的這一些 那麼你們認為說這個 這個這個是一個政治性的言論 你們認為說這個有沒有犯罪 是不是應該要保障 這個問題就是會涉及到 我們有一個是毀損公務 毀損公務 毀損公務是構成犯罪 如果我是法官 我會認為這個是言論自由 有沒有侵犯到刑罰以外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這些 比如說那些學校的一些校規等等 那麼這個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過這個對於蔣介石的這個銅像 那麼你去噴漆等等 我覺得這個都還是爭議比較小 在剛解嚴的時候 大概是1990年代 1990年代那時候 剛發生了一個 其實我認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案子 就是在嘉義火車站前面的廣場 就是吳鳳騎著白馬的一個塑像 那麼他就擺在那一個嘉義火車站 你如果出了火車站在那個廣場 你就可以看到 那麼我本身是嘉義人 我們對於吳鳳的事蹟 你們大概都很多人不認識誰是吳鳳吧 有沒有聽過呢 就是被認為說就是捨身 然後感動這個原住民 因為原住民都有粗草 然後類人頭的習俗 那麼這個吳鳳他就為了感動這些野蠻的原住民 要他們隔除這種類人頭的惡習 所以他就犧牲自己 然後跟這個原住民說 你們就割我的頭好了 不要再割其他的人了 那這個就被歌功頌德 認為這是一個民族英雄的那個 可是這個如果你是鄒族的原住民 阿里三鄉的原住民就是鄒族 那他們的一個看法 他們認為說這個都是 吳鳳這個是一個神話 那被他神格化了 實際上他只是一個買伴 那他並不一定有這些事蹟 他只是平地的漢人 那麼他對於這個原住民的一個刻板印象 就就是對原住民的一個侮辱 那麼在過去戒嚴時期 我們學校的教育就是這樣子 那到處在嘉義都是到處都可以看到 我們家還有一個吳鳳廟 拜吳鳳的 那這個一直要等到解嚴以後 整個原住民的意識才解放 所以本來都是稱為三包 三地同胞 一直到了那個解以後 1990年代修憲 才把那個三包才證明為原住民 那承認說原住民他是一個跟漢人是不一樣 尤其又跟所謂中華民族不一樣的一個民族 那麼原住民他的主體的地位才開始抬頭 那麼很多原住民的青年他們就首先就是 他們說應該 吳鳳的這個事蹟 這其實根本就是對原住民的一個歧視 所以他們要求嘉義市政府 把吳鳳的那個雕像移除 可是市政府拒絕 後來有一批原住民的青年 他們就用鐵鏈 然後用一些器具就把它拉下來 就破壞了那一個無縫的那個雕像 那麼警察就過來 然後他就是直接控訴 這個就是毀損公務 這個毀損 我想這個是很典型的毀損 這個跟剛剛我們所說的 你到蔣介石的雕像 你去噴漆 你去幫他戴小丑的帽子 等等等 像這個雕像 人家被噴漆 你洗一洗 這個就已經是OK了 他根本沒有被毀損 那當然又要定義什麼是毀損 我認為說被噴漆應該不算毀損 如果是法官我會認為沒有罪 如果是法官我會認為沒有罪 吳鳳的雕像你就真的被他破壞了 那如果你是法官 你會怎麼辦 你會認為說這個是有罪嗎 可是大家要知道說 這是一個政治性的言論 他把那個我們剛剛說過 你對那個蔣介石的同向 你對他噴漆 這個就是代表說 我對他這一個蔣介石這一個人 對他的所作所為 我對他的一個評價 這就是一個政治性的一個言論 那當年也有人非常支持很崇敬蔣介石 所以有的人會定期在蔣公誕辰的時候 10月31號 這個我都很記得 因為我小時候都要去遊行 那麼有的人都會定期到那個中正紀念堂 那裡去瞻仰蔣中正的儀容 或是到是慈谷去慈谷 那麼像這個我到那個蔣介石的臨寢 或是到中正紀念堂去鞠躬 去那裡緬懷 這個也是一種政治性的言論 就代表我對他的肯定 可是這樣的話另外一股人 就是說我鄙視他 因為他過去是一個筷子手 那麼他殺人竹馬 那麼他是一個民主政治的殺手等等 所以你去對他用那個去噴漆 這個也當然是一個政治性的言論 那麼原住民破壞無縫的銅像 更是一個政治性的言論 他代表原住民他對於漢人的這種歧視 他的一個反抗 這絕對是一個很標準的政治性的言論 所以在這裡我覺得法官在這裡就是很難很難決定 那這個又是涉及刑法 你要怎麼來判斷說這個有沒有構成就是構成要件 這已經是刑法這個毀損罪 他的這些構成要件大概都已經核置了 那麼你要來判斷他到底有沒有主卻違法 那麼有沒有主卻責任 那麼這個都是刑法學上一個滿有正義的一個問題 這個大概刑法學說會不一樣 那如果是我個人從憲法的觀點 我也認為這個是無罪的 大概都是可以從憲法基本權來做他的 可不可以主卻違法的一個室友 那這個有人說憲法可不可以作為所謂超法規的主卻違法的室友 這個有各種不同的理論 我個人都認為這是可以的 但是我只是說對於吳鳳同向那個案例 我是很欽佩當時的一個法官 那麼這位法官他那是已經很早期 這是在1990年代出的一個案例 這種案例現在你要在那個電子資料庫 大概都已經沒有蒐集 可是他當時這個很勇敢的 這一位法官是高偶一屆的一個 台道法律系的一個學長 他當時擔任法官 那麼他最後是判決他無罪 那麼他是怎麼論理我都已經 現在已經無個稿 那曾經找那藥他也找不出來 就是說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一個判決 那麼他再怎麼論理呢 我也覺得是非常值得去做研究 那麼這個應該是從刑法的觀點 應該就是要求法官要根據憲法 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精神來詮釋這個為損罪 那麼從這裡我就是要來引入下一個案例 來這個我們刑法有一個侮辱國旗國徽國父一項罪 那麼剛剛我們現在還沒有侮辱那個蔣介石一項罪 但這個應該是會構成那個剛剛所說的那個毀損公務 但是我們的刑法又規定有侮辱國旗罪 侮辱國徽罪 侮辱國父一項罪 我們還有侮辱外國國旗國章罪 那這裡我只是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侮辱外國國旗 這個如果是我會認為說這個顯然又是違憲 這也是清犯到言論自由 但是這個我們這一個條文幾乎到目前為止 實務上很少用 因為我們刑法規定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所謂請求乃論 也就是說如果有人名我去燒了美國國旗 我去燒了日本的國旗 那麼為構成這種罪它有一個前提必須是 這一個美國政府或日本他駐台的大使 他的代表 那他必須請求跟我們檢察官說 他的這個行為是構成裡面的侮辱外國國旗罪 因為這個就傷害到那個他們這一個日本國 美國他的一個國家的一個尊嚴 所以他可以請求 警察官才會去有動作 如果他不請求的話大概就沒有動作 到目前為止我們有沒有發生過 本國人民曾經公然的去焚燒 去踩踏美國國旗日本國旗的歷史 你們印象中有沒有 有喔 這個各位你要記得報紙 就是當時為了那一個釣魚台 那麼台灣很多愛國之士 右翼的愛國之士 就跑到日本再來協會 那麼他一樣就在那裡混燒日本國旗 然後去用腳踩踏日本國旗 美國也有曾發生過就是在那個美豬要不要進口 要允許那個美國那個豬肉進口 那麼當時就是美國也是對台灣施壓 一直希望說台灣能夠放寬美國的農產品的進口 那麼台灣的農民大家當然就是全力要阻擋 這又是台灣未來這一兩年 又是可以預期又會發生的一個爭議 那麼當時也是為了這個爭議也是很多人 跑到那個美國在台協會前面要去燒美國國旗 那麼去裁美國國旗 可是目前這是因為美國的駐台代表 日本駐台代表都沒有去要求我們檢察官去偵辦 所以這個就沒事吧 很有趣如果有人在大街上公然混燒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 這個是不是會構成侮辱外國國旗 國旗罪呢 那我們有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台代表 要來要求我們的檢察官要偵辦呢 目前應該沒有啦 我們應該沒有明的也沒有案的中國駐台代表 好吧這個是我們現在有這一個罪 那這個爭議更大的就是這個刑法160條 侮辱國旗最主要是侮辱國旗罪 這種罪呢也都是我現在要跟大家講這種侮辱外國國旗罪 侮辱國旗罪 侮辱公署 侮辱公園罪 這些都是學歐陸的 這個大概都是歐洲大陸國家從法國大革命以來 幾乎每一個國家的憲法都有這種罪 可以說是他們的標準配備 有他們歷史背景 侮辱外國國旗罪其實就是為了要維護邦交 為了維護邦交 那麼侮辱國旗就是為了維護國家的那個尊嚴 那麼侮辱公主罪就是為了捍衛 他證明說國家公權力本身都有他的一個尊嚴 所以這個都是要靠刑法來捍衛 但是這些從法國大革命以來這些不同的罪 都陸陸續續在很多國家就是在近代 特別在現在都屢屢受到挑戰 可是每一個國家他們的表現就很不一樣 我現在以那個無數國旗 美國的刑法基本上他不是聯邦的刑法 他們是各邦各州有州的刑法 美國的刑法基本上也都是有侮辱國旗罪 那麼現在這個就是1989年 Supreme Court 美國最高反應的案例 原因123人總共的設計 ,"Texas versus Johnson 我已經忘了 就是這個案子就是那個 Johnson 他跑到在德州好像舉辦 對不起我已經忘了是民主黨 還是共和黨的那個全國大會 在德州舉行 那麼Johnson他就跑到 那個黨的代表大會裡面去抗議 那麼他在抗議的現場 就渾燒美國國情 這個就是代表他當時對美國 當時政府的一個不滿 那麼這個就會被判處有罪 那麼最後他認為 他認為渾燒國旗就是一種政治性言論 那各位還記得 我們第一堂課的時候 有跟大家講了一個 美國他的憲政的傳統 他非常重視那個言論自由 所以在他們的 美國憲法的徵修條文第一條 各位還記得我說 說美國對言論自由 他把它當作是一個 是一個很神聖的一個基本權 所以他說沒有法律能夠限制這麼的言論自由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美國的信任傳統 這是對言論自由的一個重視 所以這個案例 侮辱國旗到了最高法院 最後這個Texas vs. Johnson這個案子 最後美國最高法院宣告他違憲 侵犯到言論自由 這個案例 這個判決寫得非常動人 那麼各位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想應該都可以Google Google他大概會把這些有名的案例 他的一些重要的內容 大概都會有介紹 就比方說有人批評說 這個侮辱國旗其實就是為了要 要來這個促進大家愛國 愛護國旗 你要愛尊敬國旗愛國旗 你才會愛國 那麼這個 所以他說這個是一個 這個規定他保護的法律 就是要促進大家能夠有愛國的情操 但是最高法院的判決他就不以為然 他說愛國是一個很normal 很珍貴很高貴的一個情操 他說這個固然如此 可是這個愛國必須 你要用教育 要用教的去 叫大家你要愛國 他說這個並不是靠恐嚇 用刑法 作為恫嚇的手段 來恐嚇大家你要愛國 所以他說愛國固然 這個目的是很神聖的 可是你不能夠用這種刑法的手段 那麼他又強調就是說 這個美國的憲法就是要尊重人民 有那個言論自由 他說這個國旗固然代表美國 代表美國憲法 那麼雖然有人他在侮辱這個國旗 可是他說你如果以保護國旗為名 然後要來用刑法來制裁 這個侮辱國旗這種行為 他說這樣的話本身反而是對於 國旗本身反而是對於美國憲法 對於美國本身的一個侮辱 他說這個美國的一個立國精神 他說我們有包容心 我們可以包容到說 他對代表我這個國家的國旗 有人憤恨不便要來侮辱他 可是我這國家還是包容他 這個包容他就是美國的一個精神 這個他寫的是非常多 就是非常動人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值得在台灣 我們來考慮 因為很多我們這樣都是 動不動就祭出刑法 用刑法的手段來動惡大家要做到什麼什麼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值得考慮 所以美國的這個案例就是 把無助國旗罪宣告違憲 這代表真的是美國是一個言論自由 真的是被認為這是一個secret的一個國家 是一個的 到了歐入德國就不一樣了 這是1990年一個案例 這個就是侮辱國旗案 德國的刑法一樣有這一個 侮辱國旗罪 那麼這個案子是一個反戰的一個人士 那麼他這一個辦的 他的雜誌都是在呼籲要反戰 那個雜誌的封面 這個藝術家就幫他設計的那個封面 那個雜誌的封面就以德國的黃、黑、紅、黃 他們的三色旗為底 那麼這個然後這個有一個畫面就是 德國的軍隊排一列在那裡 好像拿著那個德國的旗子在那裡 接受檢閱 然後這個國旗為底 那他上面就是畫一個人 他撒了一泡尿 那個尿就是一攤一坨尿 就一直浸染到那個國旗上面 那麼這個就被認為構成侮辱國旗罪 德國不僅是侮辱國旗 他們還有侮辱國歌罪 一樣就是那我們是 我們沒有侮辱國歌 我們是侮辱國徽 我們增加一個侮辱國父遺向 德國是沒有國父遺向罪 他們有國歌罪 所以德國的國歌呢 一樣就是說德國、德國全世界 就是說獨一無二等等 那麼這個也是一樣 被人家更改那個國歌的這個歌詞 那麼台灣也曾經有人更改 中華民國國歌的歌詞等等 不過幸好我們不構成犯罪 但是在德國這個就被認為這是一個犯罪 那麼這個案子一樣這個雜誌社還有這個藝術家 他們最後就告到聯邦憲法法院 請聯邦憲法法院來審查看看這個刑法的侮辱國旗罪有沒有違憲 有沒有見到言論自由 還有他認為這個最高法院最後判決他的這一個行為有罪 他也認為這個判決本身是違憲 那麼最後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 他採取的那個立場就跟美國的最高法院不一樣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他認為侮辱國旗罪本身是核限的 就剛好跟美國不一樣 那麼他認為國旗就是代表國家 那麼這個國家的尊嚴是一個值得保護的一個法義 那麼我們的立法者用刑法的手段 最後來維護國家尊嚴 他認為這個手段也是必要的 所以最後就認為他是核限的 但是也是會擔心這個規定會侵害到言論自由 所以聯邦憲法法院他在這個案子 他認為法律本身是OK的 可是他認為這個個案 法院判決說這個人他在那個反戰的雜誌上 能設計成有人撒一泡尿在德國的國際上 他認為原審的判決宣告這個是構成無數國際罪 他認為這個判決本身是侵犯言論自由 他認為這個判決是違憲的 也就是說 憲法法院認為 武術國際罪本身是OK的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好像表面上對國旗有侮辱的行為 就一定是構成無數國際罪 他說你必須要從他這個個案 到底那個當事人他的意圖是什麼 他認為說這個當事人的意圖 他並不是在侮辱國際 他只是利用這個侮辱國際的行為 表達他對於他的反戰的一個態度 所以他說原審沒有考慮到這個行為人 他的行為的意圖 那麼就餘律把他當作就是一個侮辱國際的行為 所以認為這個判決是違憲 所以目前就是大概就是在比較法上 就是有美國跟德國 剛好這兩個不同的這一個態度 那麼台灣很可惜到目前為止 我們有這個申請案 可是現在的大法官 他不接招 他高掛免賬牌 那麼他不處理這個案子 這個曾經在2003年初的時候 有一位長期以來主張台灣獨立的 他有一個姓王的一位老先生 那麼他有劉美的背景 他很熟悉這一個案例 Texas versus Johnson這個案例 那他認為台灣的侮辱國際罪 他本身認為這應該是違憲的 所以他我的一個理解他應該是要挑戰 所以有一天他就開記者會 可能事先請記者來 然後他也通知那個警察局 他說我在某年某日某日的時候 我要到那一個凱達戈蘭大道的 台北賓館的前面 我要抗議 他說我要抗議中華民國 我要主張台灣獨立 所以他說我要當場 我要焚燒中華民國國旗 那請記者大家來 那大家那個也請分局來這樣子 所以當天就 他就如期出現 記者都圍過來的 那麼警察也都圍過來 然後他就當場就拿起打火機 把他自己準備的中華民國的國旗 那麼他就有進了這些汽油 然後就用打火機就開始 剛開始燒的時候 警察馬上一擁而上 那麼就馬上撲滅 然後就把他移送法辦 最後就是 最後就是起訴 那麼最後一審二審 最後就是一直有罪確定 那麼這一位王姓的老先生 他也都甘之如矣 他一直等著趕快判我有罪 他一直希望說確定之後 他要向大法官申請解釋 請大法官來判斷 這個侮辱國旗罪 所以這個到底有沒有違憲 只是說這個很遺憾 大概就是這個案子 大概是在2013年的時候 進入到大法官這一邊 那麼主辦的大法官大概還沒有來得及 把這個案子處理完畢就卸任了 某某大法官 那麼後來就是等到大概是2015的時候 結果卸任大法官就宣告說不受理這個案子 那麼就是說這個申請人寫的那個狀子 寫得不夠詳細 沒有很具體的指責為什麼這一個罪 為什麼是違憲 所以結果就不受理 那個我可以理解就是說 因為這個案子太敏感了 太敏感了 那這個美國有美國的這個案例 那麼德國有德國這個案例 那這個如果大法官敢於宣告說 侮辱國旗罪是違憲 我相信保守派的右翼的一定是群起批評大法官 那你如果大法官認為說這個是核線的 那很多人也一樣會批評 總之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 你不可能說有一號解釋 大概能夠獲得全民的支持 這個是以後台灣的大法官每個人都應該 要有這個基本認識 總之不可能有那種這種全民永在 大家一次擁護一次支持的一個判決出現 所以到底各位你們認為 你們會採美國模式還是德國模式呢 侮辱國旗罪呢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不過從這裡其實也可以知道 大家會理解就是說 美國真的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天堂 而歐洲大陸就真的是比較保守 可是德國也沒有保守到說 國旗都不能夠碰 那麼他們也是要依個案來判斷 只是德國這個個案要怎麼判斷呢 有時候真的並不是那麼的容易 如果以德國這種案例 他說要依格安來看看他的這一個企圖 那麼大概是這樣子 我想德國聯邦希望法院的意思就是說 你必須要把那個行為人 他為什麼會侮辱國旗 他訴求涉及的那個法義 他的價值跟你要保護國旗的尊嚴的那個 那個價值本身你要去權衡 如果說那個當事人他訴求的那個價值 如果你認為這個在憲法的判斷上 這個價值是比較重要 可以壓過保護國旗的尊嚴的法義的話 那麼這個就應該有判為無罪的空間 所以各位你們認為這個案例 那個王姓的老先生他焚燒國旗 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判呢 用德國的案的模式 你會怎麼來做一個利益的權 目前在台灣如果你是對國旗有任何毀損的這個 幾乎都被判決有罪 我再跟大家講另外一個案例 一位柳姓的來自對岸中國的 這個大家被稱為就是大陸新娘 一個來自中國的這個媳婦 那麼他在台灣已經住了很多年 可是就一直失業找不到工作 在經濟上發生困難 那麼他有一次就是在台中的東市 東市鎮現在是東市區 那麼要到台中市 那麼那一次剛好就是國慶日 那麼那個要經過一座橋 那麼橋上都插滿了中華民國的國旗 那麼這一位大陸新娘他就心懷怨隊 那麼他就是帶著剪刀 還是帶著美工刀呢 那麼就沿路就是去毀損 插在這個路邊的這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旗 結果被路人看到 那麼就報給這個警方 然後就會被逮到 那這一個起訴 可是我們這一位 這位柳姓的這一個行為人 他氣而不捨 這我看到那個案例 他又跑到不知道什麼樣的一個場合 他跑到一個台中市的一個公共場所 那公共場所他也上面一樣有旗桿 有悬化中華民國的國旗 他竟然有辦法跑到上面 把中華民國國旗就把它降下來 再度回省 那麼他表達對中華民國的不滿 那麼像這個最後也都被判決這個有罪 那像這種問 像這種案例 你會認為說這個如果你是法官 你會怎麼判呢 那這個可能你就必須要 以他的這一個行為 他的企圖到底他是代表了什麼意涵 想說他是代表就是說 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對於 這個來自中國大陸的這個配偶 他認為說對陸配照顧不夠 那麼經濟上就是讓他有各種不同的一個困難 所以對中華民國政府就是心聲不滿 那麼像這種情形 這個真的是很難判斷 不過這個真的是相對於德國的這種案例 德國他表達的就是說我是反戰 我因為反戰所以我侮入這個國旗 似乎從這裡你會判斷說反戰好像是一個非常高尚 很normal的一個意圖 所以你會說這種政治性言論可以獲得比較 就是分數比較高 所以說跟那個五入國旗 就是說那國旗的尊嚴比起來 你大概會認為可以判回無罪 可是柳幸的這位陸配你會認為說 因為他是因為我經濟上有困難 我在台灣生存有困難 所以我對中華民國政府產生怨對 那你認為說他的訴求就不夠normal嗎 其實對他而言就是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我的訴求都是很高貴 尤其涉及到我的生存 我找不到工作 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對陸配照顧不夠 所以在這裡我認為說他的這個 他這個訴求要怎麼樣 這真的是不能夠就 餘律就是說他的訴求就不值得我們重視 但是要怎麼去做利益的判斷 我還是覺得真的是很難很難 可能每一個人可能如果你是法官 可能有不同的一個判斷 我相信可能很多同學也會問我 那老師這樣的話大概 五入國籍罪大概沒有一個罪會構成的 每一個人五入國籍都有他的千奇百怪的各種理由 那是不是這個每一個理由 真的都能夠壓過國籍的尊嚴嗎 我不敢這麼說 但是這個都是可能就是說要依個案來判斷 所以假設以後大法官他如果認為 五入國籍罪本身的存在是OK的 他並不回憲 那麼會陸續陸續的工作就是在每一個個案 就要靠法官在每一個個案去判斷 這個到底有沒有構成五入國籍罪 法官必須個案來看看他的五入國籍的行為 他也是一個言論 他代表的是什麼樣的一個目的 要從他的個案 他五入國籍追求的那個目的 跟國籍的尊嚴的利益 這個本身要做一個法義的權衡 那麼這個法案你在判決書裡面 你就必須要說明理由 你如果說這個個案你認為 國籍的尊嚴高於一切 你就要寫的能夠讓人民能夠幸福 那你如果個案你認為說 在這裡國籍的尊嚴可以壓低 應該我們要尊重行為人 他所追求的目的 那麼你也必須要有一套梳理 總之整個判決我認為就是梳理 要能夠讓這個當事人 讓全國人民能夠支持 這個政治性言論其實還有很多的都非常有趣 我們要跟大家談一下 我們接著來談那一個 這裡有一個反自由民主信任秩序的言論 我在這裡提出一個觀念 讓大家先認識一下這個名詞 這是防衛性的民主 這個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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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防衛性 那麼這個概念是來自德國 這個德文就是 Weilhaft Demokratie 這個Weilhaft這個就是防衛性 這個就是針對一個政治性的言論 那麼在美國 我一開始有跟人家說過 一個政治的言論 政治性的言論 什麼時候才有可能會被禁止 就只有它造成明白要立刻的危險 但是德國 它有一個不同的 一個法律的 一個法律的組合 一個概念 叫做防衛性的民主的出現 這是一個很得意志的 一個法學的概念 它是二次大戰以後 基於納粹的一個慘痛的教訓 然後他們戰後德國人的一個反省 要讓人家有法律的 那他基本上就是說 各位還記得我們第一節課有跟他講 這個民主就是出於價值相對主義 就說沒有一個政治 沒有一個政治主張是絕對的 所以大家要互相寬容 那麼這個防衛性民主 就是出現了一個 他就在質問這個命題 他說真的民主政治 應該要對每一個政治主張 都要寬容嗎 那麼他提出的疑問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政治主張 他本身不寬容別人 他宣告說我自己才是絕對的真理 別人都是異端邪說 那麼他就質問說 那麼我要對一個民主政治 我要不要寬容這一種 不寬容別人的政治主張 那麼在二次大戰以前 德國的政治體制就是 當時被稱為威馬政府 威馬民主 當時的威馬民主 就是真的是一個非常價值相對主義的 一個社會 所以各種不同的政治主張 百家爭鳴 有法西斯 極右的納粹 就是法西斯國社黨 那麼有極左的共產黨 然後有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 然後有中間偏左等等等等 非常多 那麼每個人都可以在一個 意見的市場上去自由販賣 自由競爭 讓大家看誰獲得多數 結果最後誰贏得多數的支持呢 就是納粹 然後納粹上來之後 他就把以外的 他納粹以外其他政黨 就都把他禁掉 他不寬容別人 所以他就說納粹就是利用民主 來破壞民主 所以戰鬥德國人他開始來反省 那麼我們到底一個民主政治 對於不寬容別人的一個政治主張 你要不要寬容 所以德國戰鬥就是 用著防衛性的民主就是說 我不寬容那一種 不對別人寬容的政治主張 所以戰鬥他們就解散了一個德國共產黨 然後也解散一個新納粹的一個團體 不過爭議還是很大 最後這一種防衛性民主的這一種理念 飄揚過海到了台灣 我們現在台灣也有防衛性民主的制度 那好或不好產生什麼影響 我們下一周再繼續 好吧今天就上到這裡 謝大哥